我们不应该从一个政改的角度去看这一次的改动 我的理解就是说 现在这个选举方面的改动 其中有关这个制度安全的问题 特别是回应过去香港两年去线的一些 比较难以接受的事情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 资深大律师汤家华 在香港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开宗民意 点出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在汤家华看来 2019年发生的修例风波和2020年的反对派非法初选 说明香港的选举制度存在漏洞 有人利用这些漏洞进入香港特区的管制架构 更意图改变甚至推翻特区政府 比如说有关19年香港的黑暴的问题 另外就是去年有关民主派提出了一个浪潮的一个方案 就是要利用香港的选举制度 走进我们的建计里面 改变甚至推翻我们香港特区政府 所有的特区政府提出来的这个方案不可以通过 这个对香港这个无论在宪法上 在制度上在社会的这个安全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个中央提出了现在这个 改变我们选举制度的一个建议 汤家华指出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不意味着香港的参政空间改变 只是多了一些程序上的要求 他表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不是想让参加选举的人无法参加选举 而是一种保障 让国家安全得到切实保护 对他们参选来讲 一般来说不应该是一个太高的这个门槛 在那来讲 我觉得如果你根本不支持一国人制 不拥有基本法 你根本就不应该参加这个香港的这个选举 所以我觉得这个审查委员会 不应该成为这个令到一般的想参加选举的人 不可以参加选举的 而是一种保障 就是保障了国家安全 是得到计可的这个把握 唐家华认为 香港每一位年轻的从政者 都必须要了解 一国两制是最适合香港的制度 必须要从这个框架出发 为社会出力 绝不能破坏一国两制 希望年轻人可以清晰地认识到 要改善香港的管制 推进民主应该从哪个方向走 我希望每一个年轻的从政者 必须要理解 一国两制是我们香港 唯一一个最适合香港社会的一个制度 从政必须对宪法的认识 对一国两制的认识 希望他们去改善香港的管制 改善香港的民主进度 是应该从哪一个方向走 对二人 去决定 对二人 说最来决定 我 ahh 所以大家